身在马来西亚拍摄电影的 谭俊燕和周秀娜 一前同摄制队一行三十人 在一个动员里拍摄时 突然遇上山洪步发 短短几分钟 令水位升高至1.5公尺 到大腿位置 场面惊险 幸好大队最后成功脱险 Sean也透过语音讯息 向大家报平安 首先很感谢大家 很多朋友这么关心我们 因为在那件事发生后 我收到很多朋友的慰问 真是很多谢他们 也都令到他们担心了 真是不好意思 这次我们这个电影的取点 就在宜保这里 有一个中雨石的洞 因为天气的关系 它下雨 水位突然之间上涨得很厉害 其实早上我们的拍摄也算是顺利 但是刚刚到位的时候 其实一分钟里面 水已经浸到上去 差不多膝头的位置 但是我们团队很专业 他们都很井井的有一条 把所有人 我们大概有三四十人 就安排离开了洞穴 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山洪步发 我们从山顶到山腰那条路 就被水封住了 多虑这边的救援团队 他们立刻拿拖拉机 开了一条路 给演员、导演、各位工作人员 安全地下山那条路 据知事发时 大队只在拍摄一场 Sean在水中的气氛 幸好及时走避 而娜姐最初还未懂得镜 直至要在急楼下拉醒过河时 站不稳才意识到惊险 其实Sean自从去年勇奪士帝后 除了工作有多方面尝试之外 也走回不同地方工作 令他接触到不同领域 其实今年对我来说 就真的很难忘 因为年初的时候 就去了一个很冷的地方 在长白山拍摄外景 我昨天在拍摄的时候 我自己也想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 你可以和那么多好的对手合作之余 去一些比较 平时没可能去到的地方去拍摄 今年真的是很难忘的一年